對自己信仰最不尊重的方法是什麼呢? 我一直對於台灣的民間信仰 就是不太能接受 因為全部都是什麼幫派分子的角頭啊 控制的一間廟 然後什麼七爺八爺 然後三太子又是個什麼 那個波斯的王的兒子之類的 然後又是印度教的神 又是佛教的哪個神的第三個兒子 又是道教禮靖的長子 而且這邊暫停一下 三太子這個稱呼 在中國歷史上是完全不符合邏輯的 太子只能有一個 不可能有兩個 以後不可能什麼大太子一三五當皇帝 二太子二四六當皇帝 三太子星期天當皇帝 所以說你在那邊看到 香港還有台灣的電視劇在那邊說什麼 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 全部都是胡扯的 沒有這類的說法 但是這個不是今天的重點 今天的重點是 有什麼方法是可以侮辱你信仰最神聖的地方 答案就是 在那裡發動暴動 在耶路撒冷的聖殿山上 數百名甚至上千的暴徒在那裡抗爭 我沒有去過耶路撒冷也沒有去看過聖殿 如果有機會的話 然後經濟允許的話 我也很想跟那個加南美帝旅遊公司去一次 但是去過的人就知道 而且他們回來告訴我說 聖殿山那樣其實是很可怕的 是被一個穆斯林組織叫做 Waqf 控制的 曾經有好幾十年 猶太人跟基督徒是不能去聖殿山那邊禱告的 我聽某個去過以色列的人講說 你只要站在那個地方 一個人沒有人在跟你講話 但是你嘴巴在動 就是會有一群Waqf把你抓走 然後呢把你踢除聖殿山 然後當地的以色列警方 或是以色列的自衛隊IDF 會把你抓起來 因為你侵犯到了他們的聖地 在聖殿山上面 不只只有一個就是清真寺 還有一個伊斯蘭的學校在上面 因為過去好幾百年 伊斯蘭教有一個壞習慣 就是他們會找到任何宗教的聖地 然後在上面建一個他們的清真寺 這就是為什麼在耶路撒冷的聖殿山上 會有一個清真寺 然後在原本猶太教的聖殿上面的這個至聖所 上面也改成伊斯蘭的至聖所 為什麼那邊是至聖所? 我不知道 他們說那邊是他們的至聖所 但是他們禱告是朝著賣家禱告的 I don't know why 在節目繼續前 現在安插一段非常重要的事情 每個人身體都非常重要 千萬不要讓有毒的物質在你的身邊 例如擦指甲油的時候 指甲油就要使用無毒無害無動物測試 Tenfree的Niji Nails 人要活得健康漂亮 可以從小處做起 Niji Nails 顏色眾多 帶亮片沒有帶亮片的 亮面的霧面的 你想要有什麼顏色就可以有什麼顏色 100% made in USA 現在就去他們的官網 www.nijila.com 選購他們的商品 結帳的時候輸入折扣碼 AINews 10就可以享受10% off的優惠 Niji Nails 的指甲很安全 連小孩都可以使用喔 而且母親節快到了 就是下個月 像我這種沒有特別浪漫的人 不知道每年要送媽媽什麼東西 Niji Nails 非常貼心的推出 Mother's Day Collection 是跟最強的最美的神力女超人 Wonder Woman 的同色系搭配 今年就送媽媽一套神力女超人的 Mother's Day Collection 來感謝你這一生當中 最重要對你最好最愛你的神力女超人吧 聖殿山現在是一個 非常好的政治武器 只要以色列要簽什麼協議啊 然後哪個穆斯林國家不爽的話 他們就會啟動一堆沒工作的巴勒斯坦人 在聖殿山上面發動暴動 你在影片上面也看到了 地上的那些石頭都是他們搬過來的 搬來讓群眾去丟以色列的官方的防衛隊 以色列警察主要是在那個地方要保護觀光客 而且避免暴動發生的 但是如果你看CNN MSNBC的話 會好像是這些猶太警察 沒事開始攻擊這些當地的穆斯林一樣 近這個地方有足在這個派遢的 威脅中或是他遭授的 威脅在大尼瀟里 在沙子哈克的巢 可能認了保護劑士 派遢振壁 火工房子 350人 在把摩西方遞起來 搬翻砰毀 枱照 百分的雙方被捕据 地上 整個派遢 地上神記者是潮之中 这是穆斯林人 和尉辱 尉辱 川 named《密斯林人》 中國人說這天天 尊於是 口海破阻瓦 有的 contro信息 of Ramadan, Easter and Passover, a Palestinian official calling it the most serious violence in nearly a year. 那事實是什麼呢? 事實就是每年逾越節的時候 巴勒斯坦都會有恐怖攻擊 常常有槍擊,然後用刀砍的 目的只是要來殺猶太人而已 但是,媒體不會報導這些東西 摧毀聖地,摧毀古蹟 這個事情不是猶太人做的事情 是巴勒斯坦人跟伊斯蘭教的 恐怖分子最愛做的事情 愉悅節的前四天 約瑟的墳墓被刨了 因此,因此,被刨砍的傷害 巴勒斯坦人們在夜晚被刨砍了 祖瀟斯坦的墳墓 百多人的巴勒斯坦人 在一煩惱中 直接被刨砍了一個聖地的地方 聖地的 我們不會擁有這種攻擊 在一個聖地的地方 在聖地的聖地 我們會達到聖地的 對!你沒有看錯!你沒有聽錯! 約瑟就是聖經裡面穿彩衣 然後去埃及當宰相那個 在這個恐怖攻擊當中 死了三個猶太人 約瑟的墳墓被毀 其實 約瑟的墳墓 已經被毀了好幾次了 以色列警方的這個 巴勒斯坦的分隊 拒絕上街執行法律跟抓人 要來抗議 POLICE BRUTALITY 警察暴力的行為 伊朗資助的在地巴勒斯坦組織說 只要90億 他們就可以徹底的 把以色列從世界上清除 我會講到這個事情的原因很簡單 很多這類的事情是你不會聽到的 這些東西是不會在電視上的 我們的媒體跟左派一起同情穆斯林 打壓猶太人 打造虛假的訊息 不會有人在乎 而這些對於錯誤的事情反而不抵制 反而是鼓勵的後果就是 我們的世界會攻擊猶太教跟基督教 猶太教徒跟基督徒 而且這些穆斯林做的任何錯事 發動任何暴力的時候 他們都會覺得是西方國家造成的 不知道新聞事實的後果就是 無知的人會打著正義的旗號 摧毀原有的價值觀 在國際上是這個樣子 在每個國家也是這個樣子 在教會內部也是這個樣子 在家庭裡面也是這個樣子 這個世界上的人 沒有信仰沒有真理的話 就會找各式各樣的方式 來做壞事來搞破壞 我們來做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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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